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哥说漫画 回到日常生活 两手还在想西上说的男人的包容力是指什么东西 他跟散在讨论何谓包容力 散一阵阵血的说 他经常让人极度不安 散还说帮他问一下石鹰 两手到底值不值得依靠 到了晚上,结果散忘了问 两手已经三天没有看到石鹰了 他想偷跑去道场看一下 结果给他看到不得了的东西 搞得他晚上根本无法专心对付妖怪 而且第二天看到石鹰更是转身逃跑 两手没看到石鹰就逃走 石鹰认为应该是在生他的气 他知道两手很努力的帮助自己 他现在想道谢 可是连谈话都没有办法 女同学在一旁教他亲自制作点心送给两手 到了晚上 两手看到石鹰还是感到罪恶感而逃跑 直接被石鹰打掉 双方都道歉起来 石鹰感谢两手前来营救自己 最后还送上马来的泡芙 因为他做的根本是一坨屎 完全不能吃 最后还想要两手教他怎样制作甜点 果然西上老师教导的没有错 来到第二天 乌生的地上突然裂开 此时在远处有一个大头怪 那是大手山的主人 也是土地神 大头怪突然发飙 幸好及时被理会的人压制 可是大头怪的力量太过于强大 直接跳到上空 有一个身体 抓住头颅 引法男也告知爷爷 昨天他们调查地裂的事件 那是东北的中心 大手山崩裂 这次狩猎神幽地的规模非常大 现在破坏的部分 就像扇子的轴心一样 大手山是保持平衡 各神幽地的重要场所 附近的居民已经逃避 现在失去神幽地的土地神 在里面胡乱的破坏 镇手已经去散后了 不过失去轴心的 整个东北地区内部发生的混乱 应该要花上几年才能平定 而且这边乌生发生地裂的事情 好像是配合这件事情似的 之前就有女巫预言过了 而从一周之后 有更加深入核心内容的预言 在李慧内部流传出来 明言指出 几处重要地区 会跟今后发生事件有关系 第一个就是大手山 接下来就是巫生 到时候李慧总部会插手 现在来到一个满是竹林的秘处 床上躺着的女孩子又死了 而且狩猎神幽地的神秘人就在这边 女主人还说 要从别处捡心来的结界师 神秘人想向他推荐优秀的结界师 女主人说 有强力的数者就好了 这样他就不用看着其他小朋友轻易死去 女主人叫水月大人 回到来两手这边 他在跟乌生讲讲话 他说 在他封印乌生之前 会彻底保护到底 这时两手好像听到有人在跟他对话 他觉得是错觉 山与细波对话 细波说 他所看到的乌生毁灭景象 可能有办法避免 还有他说预知未来的女巫团体 本身是个极机密事项 绝不可能有预言外流的情况出现 但不明白为什么 李慧现在开始瓦解 好像是在内部有杂音传开来 回到来乌生 夜行派了支援 他们分别是轰 卷 还有五光 虽然他们看起来有点了掉了铃铛 可是卷是战斗阵型的中心 这时 一只大妖怪闯入乌生 可是进入的瞬间就被分解 这人是奉李慧本部之命 前来辅助结界式的 他叫兵补昌氏 两手觉得兵补的眼神就是那个神秘人 他来乌生到底要干嘛 兵补不知道自己属于李慧哪个团体 而且他能向任何人提起内部的事 卷吩咐散去监视兵补 还有他的来历 两手很在意 为什么兵补一直跟着他们 兵补交出信件上面说道 能不能在石英家住 当然直接被两手给拒绝 因为他知道兵补的危险 只好让兵补回自己家 两手开始问他来乌生干嘛 是不是跟斐田香那时候一样 在乌生进行狩猎神优地 可是兵补却傻傻的说道 他没有收到那样的命令 两手却骂他在之前不是想杀了他吗 直接把兵补给拉倒在地上 兵补说道 他在这里是要听从结界师的命令 两手直接叫他去死 兵补非常听话 然后又说道 如果死了 就没有办法继续执行任务 两手再警告他不要对家人出手 然后兵补就这样入住两手的家 第二天兵补没有上学 两手叫爸爸小心一点 两手在学校胡思乱想 他放学马上就回家看见兵补在抹地 到了晚上 石英想兵补跟他一起巡逻 现在学校上空 有人说到乌生是小工程级的吧 之前在大手山可是最上位的大义工 但他们两个有个共同点 就是收到理会指定为特别重要保护地 那么就来看看图表的神优地规模 女巫猜测乌生是小工程级 却拥有大工程级的力量 现在两个女巫还带上一个人和两个球 然后直接把两颗球丢到乌生 一身爆炸后 两个球变成妖怪 兵补收到石英命令马上变出刀 还说到他被交代要去除有害乌生的各种事物 两手却说他就是那个有害事件 石英劝架说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 而且他们眼前还有两只妖怪 石英还说起小智来的时候也是这样 两手直接反驳他 就在他们废话的时候 兵补就冲到妖怪面前 白妖怪张开大口吐出很多球 兵补稍微攻击就爆炸了 现在黑色的妖怪也吐出同样的球 夜行三人组开始分析 兵补的能力到底是啥 他又不是混合妖 怎么可能有那种身体能力 眼前的兵补让他们想起小智 现在球落到地面也会爆炸 那两个女巫趁这个时候想对巫生出手 女巫拿出咒剧开始计划 白衣男开始发出命令 让黑白妖怪行动来争取时间 兵补抓住两手躲避球球 兵补不是要两手还什么人情 他只是遵循命令 但是两手不想他说什么 要赌上性命在这片土地上 两手吩咐他去收拾白色 自己收拾黑色 两手开始用姐姐封住黑色妖怪的头 黑色妖怪想利用炸弹将姐姐撑破 就在烟雾散开的时候 两手的姐姐撑了一下 最终把黑色妖怪干掉 兵补则找石英为自己制造立足点 跳到妖怪面前 石英帮他封住嘴巴 兵补直接召唤出大强刀 把妖怪1分为2 随后兵补还一直上去补刀 过后还露出冷血的表情 散在上面看见女巫们 在巫生正中央放下坐标 然后对巫生发动攻击 突然两手感觉到一股恶意 脑袋像爆炸般的冲击 在一瞬间听到惨叫声 女巫就这样消失在伞面前 但是她们应该逃得不远 兵补打倒白色的妖怪 但两手还是无法信任她 如果想得到两手的信任 就不许对她身边的人出手 还有兵补刚刚只是想 仔细地解体白色妖怪 她发现妖怪那边有个东西 然后直接跳到学校上方 原来兵补发现 妖怪上绑着咒具 她想去追溯者 此时的伞已经跟踪到白衣男 当她想亲自动手的时候 兵补出现直接打倒白衣男 当她想杀了白衣男的时候 想起两手的话 最终把白衣男抓住 带回两手他们面前 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记得留守我的频道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